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卓不凡》秘密接受其亲王之命 这件事 钟将军你是刚刚知道的 还是刚刚才想起来要告诉我 谢先生 前日来找我的时候 我还完全不知道此事 前日 那就是说 钟将军昨天 今天 都很忙啊 忙到 今天晚上才想起来要告诉我 谢先生 是觉得我做得不妥 那怎么会呢 齐亲王是钟将军的岳父 将军你能把自己岳父的秘密都告诉我 说实在的 我是有些意外 更多的 是钦派 齐亲王派遣江湖人士 寻找静谈密葬 此事在我看来 那是可有可无 一个传说而已 我就不信他能这么轻易找到 这件事啊 可不是可有可无 有 就说明了齐亲王 已经有了企图和控制收买北洋的办法了 他找不到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那钟将军希望他能找到吗 不希望 齐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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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需要我一个北洋的身份 这我很清楚这一点 我也很不喜欢这一点 其二 让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是北洋 不是他齐亲王 甚至我有这么一个王爷岳父 在北洋中 都有人对我颇有无疑词 谢先生 你我都清楚 北洋才是决定大清命脉的力量 齐亲王这件事 能否成功 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所以我很清楚自己怎么选择 才是正确的 还有齐三吗 算不上齐三 但也是我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太迟了 齐亲王太迟了 大清太迟了 若是再早些年 或许还有希望 可以通过政体 来解决朝廷的麻烦 但是拖到今天 太晚了 病入膏肓的大清 不是说救就能救得活的 看到齐亲王在竭尽全力 试图逆流 我很钦佩 但不欣赏 庭碑投注不能时 拔剑四顾 心茫然啊 我记得钟将军 是刘洋回来的 想法果然不迂腐 也不空泛 你说得很好 也很对 北阳能有你这样的年轻将领 何愁不强大 行路是难 但那是齐亲王的路 对于钟将军你来说呢 则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 分剧沧海呀 夫人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态度 绝无其他意思 当年门三刀因变法被囚 打入牢中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夫人 你不要多想 我只是想知道 你当时是什么样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我也像门三刀一样 入浴被囚 你会怎么想 怎么做 你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会如此胡思乱想 你知北洋的将领 是王爷的女婿 你怎么可能成为囚犯呢 他让他留在一起 你会抓紧 你不想吃 然后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会把我做过 你会把你走 我带你走 你去把我走 我去把我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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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你走 我走 想都别想 一点可能都没有 阿玛 着急了 太着急了 康有为着急了 梁启超着急了 就连光绪也跟着着急了 废拔古物 让全天下读书人茫然无措 才彻荣源 撤掉那些吃白饭的官吏 是好事 可是用力太猛 一道旨意 让京城上万官员失业 又不给安排出路 百年皇权 为何如此仓促的说变就变 开水煮青蛙 哪个不跳起来呀 百天 仅仅百天 一场闹剧 惨淡收场 山儿 山儿 不要再想她了 她虽然只是个光绪身边的带刀侍卫 可她参与太多变法的事情 先前光绪 前世为的死活 又算得了什么呢 谁能说她无罪啊 谁敢在这个时候替她说话呀 闻三刀 闻三刀只是被打入大牢 并没有推出五门斩首 这已经是万幸了 可是她这辈子也别想再出来了 你呀 幸好是跟她有情 并未有婚约 否则 那才是真正的不幸呢 哭吧 眼泪哭完了 就不要再哭了 把她忘了 就知道 这个人 从来没有出现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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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没有人知道 会不会找错了 我去问一下 好 怎么样 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安徽寺 老板 跟你打听一下 知不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 老板 我问你话呢 知不知道安徽寺 这附近有什么寺庙吗 我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说什么意思啊 你来问我这个杀猪的妙在哪 你想干什么 我问问你怎么了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我是个杀猪的 天天见血 天天杀生 你怎么不去问尼姑她寄院在哪 你怎么不去找捕快 问她在哪里抢钱呢 你怎么说话呢你 你怎么说话呢 黄小 走了 咱们到前面看看 走 老板 你知不知道安徽寺在哪里 那你听说会这个寺庙吗 那你有 那这附近还有其他别的庙吗 这里不会寺庙 这里不会寺庙 好嘞 好嘞 劳烦问一下 您知道安徽寺在哪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谢谢 快接喽 新鲜的接你喽 好 好 这位师傅 劳烦请问一下 您知道安徽寺在哪吗 安徽寺 谁跟你说的安徽寺啊 在下 是受一位故人所托 你这个故人死了很久了吧 师傅何书此言 安徽寺以前有 现在早就没了 好多年前就改名了 现在叫浮土寺 浮土寺也是个弹丸小庙 没什么香火 好像也没什么和尚在了吧 谁还知道 那您知道这浮土寺在哪吗 反正不近 离此地有个两三百里 在敏东靠海的地方 您往东去吧 多谢师傅 走了 走 敏是门里一条丑木 我没来过这儿 我哪知道安徽寺在什么地方 沐青兄 虽然说我是天才 可天才它不是地图 你把地方官叫过来汇报一下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顺便再请咱们吃个饭 我没指望你 我只是随便问问 找出 common program 您都会在哪儿 我们只能够在哪儿 有在哪儿 我看你老公 这就我们传续 都是没了 你的事 但是我应该找到 那我现在要不得到 我现在说 都是各种都去 又出来了 安徽寺的方丈 为了百姓安危 在上游炸山营水 让洪峰改道 避开了山林一边的村子 直接卸向安徽寺 整个寺庙啊 就全被淹了 不 这不把钱扔水里了吗 后来洪水退去啊 但肆意没入水中 只有一小片地露出水面 去上乡的人呢 也很难进去 渐渐地也就没了香火 之后 就改名叫浮土寺了 这寺啊往后就衰败了 再没有出名的高僧 到现在 根本没什么知道 地方的衙门 也是查了好多记录 才查到 改名 改得对 对 怎么对了 你忘了 四十四年前 内衙追查铲子失败 并且失踪了数人 又是四十多年前 这安徽寺改名叫浮土寺 那是因为浸坛密葬的秘密 被藏匿到了此处 所以才会改掉四明 做出衰败之想 用以掩人耳目 这开庙收香火钱 可是不上税的吗 这么赚钱的生意都不干 那浸坛密葬 肯定是一笔大戒 这钱花得也太快了 是你给自己留得太少了 要不然 能这么解据啊 给 不用 你这儿的钱先不动 那你这儿的 还能撑多久 还能撑个十天半个月吧 那实在不行 我再找七星王商量商量 你会去吗 跟人要钱的事 你做得出来啊 我一直想跟你换一把新的剑 你这一把也太破了 没事 反正也没人赢得了我 而且这把剑 已经赔了我好多年了 也就你不在乎 那于幻节的剑 都比你的好 我持剑七百余战 就没见过剑比我差的人 还记得我刚出山的时候 遇到的第一个对手 是个有钱门派的少主 她的剑富贵华丽 说是价值三百斤 再看看我这把 我这把只是花了二两 村口铁匠打的 但我断她那把价值三百斤的剑 只用了一招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对冥剑再无眷恋了 你知道吗 前朝有过剑客 持剑八百余战 从未尝过白剑 而且最后 她连剑都不用了 剑客不拿剑 对啊 她最令人无奈的 是夺剑 她说 剑在谁手上都一样 夺过来用就是了 以你的剑法 是不用在意用什么剑 但你好歹是个掌门 用一把别这么破的剑 也是应该的 你看看你的剑 没事 摸摸就好了 于幻杰他们都不在了 现在跟着的弟子 都是听你话的人 是 都听你的话 也不会说什么 师兄 师兄 现在我可以做你师妹了吧 你不是跟内衣服有合作吗 怎么没有跟他们一起来福建 那个北洋的 臭鬼 怎么阴魂不散 我要 咱们赶紧走 在这儿等我 我要振兄 你 丁羽兄 家洛 家洛兄 龙池将军命我带兵赶来增援 我们连夜行军怕会误事 刚发愁怎么能找你呢 这不 碰见扫夫人了 你要是走道一会儿 我就抓着于幻杰了 没事 反正咱们都追到这儿了 早晚都抓到他 你不是说北洋兵不能越界吗 龙将军已经疏通了各地的关系 只要是为了追查宝藏的线索 家洛兄 任意刁欠 去哪儿 你说就算 如果真像莫坤师伯所说 接下来只能找到一张图 要还是不够的话 那怎么办 这件事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会简单 但在哪儿我们也得坚持下去 而且我相信 哪怕只有两张围图 我们依然能参透点什么出来 你先回避一下 你先回避一下 好 拿师伯和师弟们这么多人命来给你自己补录 熔天剑派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贝类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今天就是拼了命 我要为他们套个工作 把剑 大师兄 你个小人把剑 大师兄 如果你四无几天能消气的话 你尽管死 不过我的命你要留下 我要重建荣天剑派 你少说这些虚情假意的大话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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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放开大师兄 你们放开大师兄 放开 站 大师兄 我刚进扇门的时候 就是你叫我背门归 叫我入门见识 虽然我是掌门 但我和所有师兄弟心里一样 都有你这位大师兄 在山西的时候 是我骗了你们 是我的错 但这都是无奈失去 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怎么能甩开大内师妹 怎么能甩开北洋军 当日 你 师伯 师弟们离开的时候 我心如刀腕 我也常常问我自己 我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可我思先想后 我觉得我做得没错 我做得这些东西锐的门牌 你没说个啥子 你没说个啥子 我不烦啊 师母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刚刚出来啊 我都没瞧瞧他老人家几天 他老人家就 你以为这只是我一个人的计划吗 我知道我都知道 他从一开始 就打算以自己为耳 牺牲自己来成就门牌 他老人家到最后 都让我不气恨你 出目吧 你够狠 你最好记住今天 记得 是你拿师伯 秦托师弟 和众多弟子的命 换来的这个机会 什么机会啊 你机关算计 扒上师摩师地 最终不还是没能销声匿迹吗 这话是为啥 就在刚刚就在城外 我遇到了带着北洋兵的捕快 他都能追来 内务府的门三都会远吗 幸亏我逃脱及时找到你们 周伯芬 那 我要不念同门之情 我就不来跟你说这些 你看这里天亮之嫌 会不会被包围得 尘尘难飞 我真如大师兄所说 那我们能马上离开 大师兄 我已经找到了具体位置 咱们连续出发 赶去福藤寺 你记住 我到现在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是因为我不想让师伯 和师弟们白死 等我们找到密葬的那一天 我必守任你为师伯师弟们报仇 你们先出去吧 沈心 我身上 找个人 这个 我能把它 乱打op 让我出发 可这都是我的错 你来做什么 吴清大人 我劝你还是叫我英雄 你为什么 别再说我什么 不是寻常的英雄 不管寻常还是不寻常 我都不想再听你聊 民主 进步 革命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 你要是忘了 我可以跟你再说一遍 要是没忘 就滚 我又听你 根小姐 其实我呢 也有一颗可望进步的心 我也非常愿意和你聊一聊 民主啊 进步 滚 革命啊 散任 走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上香 赶问大师贵法号 小僧法号杜饿 杜饿大师 在下荣天剑派掌门卓不凡 我是受菩提员首座传人之托 他有件东西留在贵宝叉 口令 谭先那封信 我只看到的地址 没有看到口令 杜饿大师 在下的确没有口令 但我确实是按照 菩提员首座之托 才能找到贵宝叉 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杜饿大师 我等奔赴千里到此 必然是要拿到东西 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你若再不言不语 那就休怪我无力呢 杀人烧庙 我也不是干不出来 给我搜 杜饿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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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到底还是找过来了 杜饿大师 杜饿大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准备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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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方丈 这地方看着实在寒酸 外面寒酸也就罢了 里面也这么寒酸 怎么看也不像藏着金山一山的地方 你一个跟我进来 葛大兄 你们在这儿守着 方丈 不能把东西交给这些朝廷英犬 菩提传人 东西是要给菩提传人的 我 我才是 菩提院首座传人留下的线索 在我手里 菩提传人的遗愿 是要把金台秘藏奏与同盟会 不能给这些朝廷的人 对 何以证明 这句 是一句口令 口令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 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但你要牢牢记下 这是承宇再三强调的 说是一定会有用处 记住了 牢牢记住啊 记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口令 要得到密藏 必须要有一句口令才行 无分贫富贵剑 不得到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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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皆将平等 众生皆将平等 会当初许计 会当初许你约定全都是心 未曾相设身去义 更未曾相设意 却是要用这此生还天地生平 我绝非两情薄义 奈何不能为己 珍藏你与我 仍不忘改天还地 要知生意我所欲难愿 意意我所欲难愿 此生无缘无悔间玄缘 要知此爱此情难相守 尽 全片无悔 零游 滑极花 尽皮花 海上枝头 涂蜜花开上枝头 春水送孤舟 对月也创幽 春水送孤舟 对月也创幽